孙海洋夫妻驱车山东阳谷 不放心 还在为孙卓附身找学校 12月21日 孙海洋夫妻再次启程 从深圳出发 开车前往1700多公里之外的山东阳谷县 他失散14年刚团圆的儿子孙卓 正在阳谷独高一 12月22日八时许 孙海洋告诉澎湃新闻 他们刚到江西干州 应该23日才能到阳谷县 现在的山东已经很冷 路上可能有冰 他没有开过这种路 打算进入山东后开车慢点 估计23日能到阳谷县 先到那边看看 不放心 孙海洋表示 此前 孙卓跟他们说想回深圳读书 孙海洋透露 孙卓的户口在湖北老家 但他们在深圳多年 均有教授保 之前 他们和深圳市教育局沟通过孙卓回深圳读书的问题 对方答复说需要再研究 学校没联系好钱 没改接孙卓回深圳 不能影响孩子的上学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 2003年儿子孙卓出生 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 孙海洋带着妻儿离开县城 去大城市闯荡 2007年10月1日 一家三口来到深圳白石洲经营包子店 儿子在附近幼儿园上学 2007年10月9日 孙海洋的儿子孙卓 在深圳被人用玩具车拐骗走 为了找孩子 孙海洋和家人一直坚守在深圳 连本生意红火的包子铺改成了寻子店 并贴出悬赏小广告 赏金从最开始的10万元上升到20万元 2014年 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感动了无数人 张义饰演的韩德忠的人物原型就是孙海洋